怀态十月诞下每个小生命 透过演艺也能指父母生儿育女的哭 而这群表情动作都到位的小孩们 来自中原国校 他们从暑假就开始练习 很心动 脚可能会有一点痛 因为很多部分都要跪下来 我们父母怀孕很辛苦 有时候做事情的时候会不方便 花莲吉祥乐祈福会 将在9月9号登场 一共有245人参与 不少孩子也早早邀约 家长要来欣赏 因为妈妈去很远的地方 所以不能来看 所以我要叫阿婆来 吉祥乐也是孝庆乐 为了筹措这次的演绎 此清从去年10月 开始父母恩仲南报经的读书会 父母恩仲南报经最主要的 我家最后的一个概念 就是用父母亲给我们的身体去付出 那跟7月吉祥乐 吉祥乐也是孝庆乐 更是一个佛多的欢喜乐 是深仲们承道的一个日子 所以希望所有的年轻人 在这一天一起觉悟 从佛典中学习孝道 也从演艺中体悟亲恩 最后紧凑的彩排 也希望呈现给所有观众 最感动人心的演出 台新闻也接听欧国家 花莲报道 持续